嗨放派的成员们即将登陆的岛屿就是公家岛 公家岛位于山东省威海汝山市 因地处公家庄正南而得名 它四面环海 地貌丰富 沙滩 礁石 滩涂 树林 洞穴 应有尽有 因为岛上人际罕至 使得公家岛保留了较为原始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 与此同时 公家岛也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 此时 基础的物资和热心网友为他们准备的快递 已经在岛上等待他们了 从未如此体验海岛生活的六位嗨放派成员 在实验手册的帮助下 能否准确找到植物 海产从而填饱肚子 不知道十天以后我们从那个岛上回来的时候 什么心情 是兴奋还是难过 能否顺利地找到合适安全的营地 能否在这十天活得体面活得幸福呢 五八五天起来吧 这个岛是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 先运包 老板可以 慢点 慢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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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咋啦 把他的洗脸金插帽来 救上来了 这么着急卸妆吗 走吧 孙哥 上岛了 踏上岛的这一刻 我们就是这个岛的主人 咱是不是先换个衣服 我也觉得是 这里有换衣服的地方 换完就不优雅了 公家岛 健康生活 幸福还到 还要爬山 这有什么果子这是 这是无花果 真的 这个能吃的 摘一个尝尝 这能吃吗 这一看好生 真的吃啊 这一季 郑凯露了半起走了 甜的 好 甜的 甜的 真的 我就把这棵树了 这十天我就靠这棵树了 还真有点甜 甜的 那这树长还挺多的 全是无花果 你看 这是啥也能吃你看 我感觉这个也能吃 这也能吃 炒一炒也能吃 这啥 迷迭香吗 都很像 好香啊这个 薄荷 其实挺好玩的 感觉有点把旅游的感觉 有点兴奋 说实话 卡哥我们现在去哪儿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带我们来徒步呢 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感觉你这个步伐 感觉很明显 感觉你已经有目标了的感觉 其实真不知道我干嘛去 先找个地 先把东西放 对 看到了这个沙滩 海边 我们从海边走到了海边 真不错 一股海力的味儿 海鲜味儿 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搭建我们的那个庇护所 然后呢 对 探索一圈 我们不要背着行李区 就放这儿吧 把大小姐拆在这里 大小姐 这里交给你了 大小姐找到螃蟹吃了 他比我们厉害啊 他上来就找到一个海鲜 是吗 走吧 让他啃吧 找一找乌鲜 这个岛不是很荒 我们不是录的荒岛求生吗 我们要去换一个更荒的岛 那个岛上去 这个岛就像个超市啊 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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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海放派 就是每一步都指使你做 第一步你先做什么 你照着做就好 这次好像就丢了一堆东西 你们上岛十天 什么时候做完 什么时候做 不想做就不做 这次是彻底给你放了 每天什么都不敢 流放还是 一十天说 哎呀 没干完 哎呀 不尽兴 就跟学生朋友们的暑假作业一样 对 最后一天才来做 最后一天做 有螃蟹 太小了 打了 晚饭 这是什么呀 这个 浮球 这海带吗 浮球 这真的是海带 这海带 这能吃的都是 饿几眼了都能吃 对 这海带 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样离我们的行李越来越远了 有没有可能我们回去之后 连行李带大小姐全没了 然后发现大小姐在那里叼了一堆海鲜 今天晚上吃得靠大小姐 这个山洞好 谁晚上住这儿 这真的好 这个 这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 好 这是一号营卫 就这儿吧 明天下雨 这儿应该挺好使 这儿水能上来 那儿有鹅 哪儿有鹅 谁会做 铁锅炖大鹅 说的跟真的 你杀一个我看看 没人敢 再弄个大小姐一样 这是二小姐 二小姐和三小姐 对啊 两只嘛 二小姐 我觉得应该能抓 抓吧 能抓 我们把她抓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天还学有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看雨去的那 哇 小鬼很厉害呀 哇 小鬼 哎小鬼我没有想到哎 你们仨撑过就是你搞定了 哎 没法 他不是太快了 无路可逃了吧 快 快来来来来 他应该搞定了 咱们是哎 咱们是抓来养 还是抓来吃啊 抓来玩 对 宠物 大二小姐三小姐 还会说了吗 陪大小姐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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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溜溜她试试 这能溜 你还能溜她 她溜你吗 她溜你呢 林瑞 现在是她在溜你 你小心她回来刀你啊 你戴那个墨镜特别像 就是她 她引导你走路啊 现在 开肩腿